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豆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新鲜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向幸福出发 从本期节目开始 《向幸福出发》将推出 年终盘点特别策划系列节目 同时呢我们会邀请到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带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重新解读这些故事 陈教授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同时感觉到非常地担心 不知道她这次执行的任务 是不是很危险 但是转念又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我就感觉她就是人群中的那个逆行者 其实这个妻子在我看来是个情商很高的妻子 就是能够一层一层地描述自己的情绪转换 我老公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实在给她发脾气发肚了 她就拿着一只手在脸上这样 这样一圈转过去 唉 没事 其实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行为 就是 对 就像大人葫芦小孩啊或者什么 嗯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向幸福出发》 我是陈铭 从本期节目开始 《向幸福出发》将推出 年终盘点特别策划系列节目 我们将从往期内容当中 精心挑选出不同类别的故事 好的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品位 同时呢 我们会邀请到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带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重新解读这些故事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 掌握一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正确的 看待和处理问题 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APP 打开综艺频道页 往期内容随意看 幕后花絮抢先知 还可以和社群好友一起 边看边聊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文艺APP 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 那么下面有请本期节目专家 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 陈芷妍教授 欢迎 陈芷妍教授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夫妻相处 也就是所有的故事 都跟爱情有关系 如果在生活当中 能够掌握一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是不是能够有效地 延长爱情的保鲜期呢 的确 虽然我们都希望爱情是美好的 婚姻是幸福的 但是实际上呢 爱情和婚姻都像四季一样 会有春夏秋冬 就像月亮一样 会有阴晴圆缺 所以如果我们掌握更多 心理学的知识和技能的话 就能够更好地走好 婚姻和爱情的道路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些故事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委托人钟振林您好 您好 在认识您之前 我想先给大伙 看看你们家的照片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么多药 这是我展示的这个 我吃的一些药 和给我们并有免费发放的一些 非处方没有开封 没有用过的一些药品 和器械等等 你们家这像是诊疗所啊 但不完全是 这是一个公益性的 帮助癌症病人和家属的 一种方式 我是用这种方式呢 激励和感化更多的 癌症病人和家属 去做这些公益的事情 让这个物尽其用 你们家多大面积啊 目前是103瓶 放了几张床啊 我们现在是三张床 几个房间 三个房间 我们这个房间主要是 用于和接待 我们全国各地的癌症病人 到我家来进行中转 它是一个驿站一样 可是只有三张床啊 现在除了我父母在住以外 我们已经和我的爱人孩子 我们租的房子在外面 然后就腾出了一到两居室 用于我们癌症病人和家属 来北京看病时周转用 因为我现在是肺癌骨转移 爬五层楼必要 特别吃力 能够收获来自自己亲人之外 的人的关心 可能比亲人的关心 还要更有效 是吧 对 社会支持是有助于 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找到了我 然后都知道我这种爱心的公益事业 您家在哪儿呢 我家是在北京昌平区 有外地的一些病友到北京来治病 就住你家 对 免费的 免费的 最多一次住多少病人 有时候能住到五个人 所以这些药也都是给这些病人准备的吗 对 这个药 可是这得对症下药啊 您怎么能配药呢 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这些癌友们用的药 都是些常用的 非处方的这个药物 然后呢 都是病友可能需要的 然后这些呢 也都来源于我们这些病友 这些病友呢 有的用不上了 或者有离世的了 就把这爱心药品寄到我这儿来 我来回的孕费都由我来出 由我爱人 配合我一块去整理 然后发到这个我的社交群里边 病友有需要的 我了解他们的病情 然后才免费配发给他们 是这么个意思 您是从什么时候生病的呢 我从2019年3月份查出来 4月1号做的手术 现在已经经历了29个抗癌的这个时间 现在恢复的如何 这个目前啊 癌症 总体来说 就像我们肺癌吧 就是比较高发 而且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目前还没有能达到一个完全治愈的状态 我的转移部位比较多 最初怎么会有这样做驿站的想法呢 说实话啊 我当初查出肺癌以来 也是特别特别的颓废 然后整个人都已经崩塌下来 然后也是从不能接受 然后抱怨到最后面对 其实我应该最感谢的就是我的爱人 她才激励了我 真正的站起来走下去 真的挺感谢我的爱人 也感谢咱们向幸福出发的栏目主 给我这次表达的机会 我们来认识一下您的爱人 好 这里是接收区 这林的妻子尹杨就坐在我的身边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尹杨 来自北京 先生是哪里人 他是内蒙人 来北京打拼 对 怎么走到一起的 惊人介绍吧 最初是惊人介绍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一年多吧就闪婚了 怎么一年多还叫闪婚 一年多不叫闪婚 对了 那叫深思熟虑过了 开朗 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 他每天就逗我笑 我一看到他就根根的就高兴 但是震灵刚刚查出来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 也崩塌了 消沉了 对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把他拽出来的 我心里说实话我也难受 就是每天就是背着他的时候 我也就是掉眼泪哭 家里有娃娃吗 有 有孩子 那孩子 现在十二岁 当时的时候是十岁 对 也不敢告诉他 对 您背后抹眼泪 但是 面对着震灵的时候 还得 我必须要面对他 我要高兴 我要去逗他 让他高兴起来 就是我经常会跟他说 我说 没事咱们慢慢治疗 就是拿他当一个慢性病 咱们好好治 然后我也陪着他 天天的逗他开心 之前是他逗你开心 对 现在要换成你逗他开心 对 是的 所以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辅助 有时候是一种情感上的相互辅助 就是说我在情感上尽量的想让你开心起来 看他太辛苦 然后我呢 就觉得 哎呀 你这么辛苦 为了大家 然后你自己呢 就有的时候回来 特别疲惫 特别累 我就说你就算了吧 癌症病人得多休息 对 不能累 是的 所以我要替他多做一些 就像他平常的这些那个药品啊 就我来帮他呢 就是拿东西啊弯腰啊 他会骨头会疼 然后我来替他弯腰 把所有的药品全部在地上摆好 分门别类的都摆好 然后如果哪个病友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再从里边挑选出来 然后一箱一箱的把它放到箱子里打包 然后给人一下游过去 对 之前你说 就不仅得照顾自己的先生 嗯 还得去照顾那些病友 而且去达到他先生愿意达到的那些愿望 咱们一人撑一会儿 对吧 就一起把这个小家 把咱们的驿站给撑起来 对 这才是家嘛 今天 正人发明给你写了一封信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在信里想对你说什么 好的 来 帮助 帮助 看来一战 每天都会有新的兵友加入吗 群会有 但是呢去家里的兵友不见仅都有 而且是最近我把车刚刚卖了 因为用于抗癌呢 我给我爱人的一个小家严 房子已经卖了用于抗癌 现在这车也卖了 然后来的兵友就得打车到我家 或者坐车来了 所以说我会接待 原来都是您亲自去接 对 用车去接的 对 因为来的兵友会提前跟我约时间 所以说现在有可能就是一战上 这个家这个周转这上面 有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完全不收一分钱 对 就是义务免费的 如果吃在家里呢 他们 吃在家里 我爸妈呢 我们有那个做饭的条件 就是病友不交点伙食费吗 我们都是不收的 但是 你看他们两口子坐在一起的时候 就手就一直是牵在一起了 我也是注意到 这真是恩爱夫妻的一个小细节 就这个是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 他们往那儿一坐下 他们手就牵在一起了 在家休养吗 对 我休养 以治病为主 完全靠太太一个人 对 还有二老 对 还有你自己的家人 对 还有我 还有孩子呢 还有孩子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就普通的一个职员 你就没劝劝他嘛 自己都还得治着病 你就一份工 就这点钱 我得支持他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嘛 一份心 卖了房子 我们也要支持他 首先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作为癌症病人呢 我也体会到 癌症病人和家属的 艰辛和不容易 目前我所学 所持到这些知识 能帮助癌症病人 树立抗癌决心和信心 还帮助癌症病人家属呢 解决他目前所痛的点 和预防癌症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的网名叫 中歌爱小语 我们就简称为中爱语 这社交群和平台 大家都通过三个字 就能找到我们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病友 和得到帮助的人 就能有所依靠 比如我现在我们挂靠的 就是抗癌协会 抗癌乐园等等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班组 就是五年一班 到五年九班的群 就设成各个班组 大家都叫我班长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的使命 我觉得我要完成这个使命 就是在我在有生之年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妻子的眼睛里 真的有很多仰慕和支持 看她的眼神是吧 其实现在我们的医学发达了 科技在进步 只要早发现早治疗 一切都有希望的 没错 没错 还有就是心态 对 小语现在知道爸爸的情况了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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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这个颖阳说 没敢告诉孩子 孩子算起来今年应该有十二岁多了 对 对 对 六年级还是初一啊 初一了 初一了 对 那他是怎么发挥 他作为孩子的作用来帮爸爸的呢 特别爱唱歌 然后他就会经常给他爸爸唱歌 那咱们先来听信吧 今天中班长给自己爱的人写了一封信 好 来 是亲爱的杨阳 我的爱人 我与你一起并肩走过了十七个春秋 虽然我不幸患有肺癌 并多发鼓转移 多脏气转移 我也不知道还能走多久 多少年 但我希望我走得更长远 我愿意陪你一直走 哪怕我走不动了 只要我清醒 有我的头脑在 有我的意识在 我就会陪着你 这些年我们并肩打拼 拥有了现在这个家 都是你的功劳 杨阳 等我走后 希望你撑起这个家 希望你撑起这个家 照顾好双方父母 特别是你患 卵巢癌的母亲 我的岳母 照顾好我们的儿子小宇 而且要接替我 继续做好 中爱与社区群的工作 把所有癌症病人 到我们群里面团结一心 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 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 我永远爱你 好 谢谢 钟爱与的小宇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来 小宇 拿了一个相框 拿了一束花 相框是要给谁 花是给妈妈的 相框是代表我们钟爱与三个人的相 就是爸爸是粥 妈妈是爱 我是雨 那我们把花给妈妈 有什么要对妈妈说的吗 我的妈妈很辛苦 我要给妈妈的这些棒 小宇 爸爸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你今天来到现场 给爸爸唱两个对吧 他最爱听你唱哪首歌啊 父亲 来 我们唱两句 时光时光慢些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用我一切 还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心 收下吧 这个歌词好符合情境啊 我经常爱说一句就是加油 加油 钟爱也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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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癌症患者们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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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为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你在这个故事里边 看到的他们夫妻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又解读出了那些内容呢 首先 首先我觉得 看到这个钟大哥 他的这种神情 是一个镇定 甚至有一点点这种骄傲的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状态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积极感受的这样一个神情 很难想象就在这个神情背后 他和他的家庭承担了这么多的压力 我看到这个家人之间的有一点是我们很多夫妻 都值得去学习的 就是感恩对方的付出 就是在我们的这种婚姻关系相处中间 我们可能会选择说你要看婚姻关系的哪部分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关系 没有一个生活是完美的 他就像一个多面体 可能我翻到这一面我就觉得 他真的很好 他为我做了很多 可能我翻到那一面觉得他有很多的缺点 他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我的感受什么什么的 但是如果我更多的去转到积极的那一面 去看待积极那一面 就是感恩对方 即使他有些付出不是我最想要的 但是他那个付出那种心意 我也是感谢的 那么这是有利于双方的积极互动的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困难就是 当夫妻俩比如说闹矛盾的时候 都在气头上 很难想起对方的好 我借鉴一个在心理学描述职业的时候 有一个词叫做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要处理好这个工作 我必须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一定的调控 但我们在家庭里面 有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情绪劳动的 就是像妻子 他可能有时候想起那些 让人伤感的未来 他会难过 但是他会调控自己的情绪 然后面对家人的时候 他要展现出来一个鼓舞大家的情绪 积极的一面 对 包括我们在冲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跟爱人冲突 或者有时候因为孩子很生气 我觉得也需要一个情绪方面的劳动 指的是说我需要把自己的生气 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我需要想现在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最有助于解决问题的 是最有助于比如说大家都心平气和的 来面对问题 那我们生活中间有一个小技巧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就是我们用一种深呼吸的方法 那么深呼吸呢其实是对自己的情绪 我们要去做一个小小的暂停和缓解 比如说慢慢地吸气 然后停一下再慢慢地呼气 然后呢保持十次左右 你原来在想它太可气了 你一边在想一边越想越 添油加醋地让自己生气 但是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 那个添油加醋的那个部分就被中止了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为生气 提供心理上的一种燃料 那么我就有可能气慢慢地降下来 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面对悲伤 愤怒等等 负面情绪的时候 十次深呼吸 从心理和生理双方面 来解决我们当下 就是被负面情绪包围的 这样一种不好的局面 嗯 是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故事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我们的委托人曾威 曾威身兼多职 您跟大伙介绍一下 主持人过奖呢 我是来自贵州省贵阳市花区区 九安乡成兴学校的校长 也是吴三村的支部副书记 也是我们九安乡的复年副主席 事业型的女性 对不对 嗯 但是她的事业呢 是有很多跟人有关的工作 是在关怀人的一个事业 是 有09年成立的 到现在有12年呢 当时怎么会想到 要承办这所学校的 我们当时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呢 然后我们那儿有一百多个学生 他由于这种收不抵资 然后他就破产了 然后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意味着 要分流到就是我们七公里远的乡镇去上学 然后我们那儿到 正上去上学呢 也没有交通工具 就是靠着孩子们每天走 但是就是每天到学校已经很累了 孩子们就学习 是很疲倦的 然后我当时从学校毕业 就是自己在做建材生意 然后我就主动请姻回来 就承办了这所学校 那也就是说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来上学 是不是不用付学费 也不用付生活费 要付 但是付很少的学费 就是基本上就是 连我们一个学校正常的开支 都不能维系的 所以从承办学校到现在 您一直在网里贴钱 是的 一年要贴多少有计算过吗 一年要贴将近八万块钱 一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我们不到一百 因为我们这所学校呢 它是属于一个村级的这种中学 它就是承接的 就是我们村 还有就是隔壁三个村 上初中的孩子 所以你还在做着其他的工作 来贴补学校 说到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我的爱人 我觉得就是他权利地支持我 没有了后顾之忧 爱人跟您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多少年了 我们结婚也有十二年了 你们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 有两个孩子 今天来到现场就是要感谢 自己丈夫的权利支持 是的 毫无怨言 对 来我们认识一下您的丈夫 这里是接收区曾威的先生 夏国欣就坐在我的身边 欢迎 您的这个家庭呢 是妻子身边数职 结婚十二年了 在外边忙得这个不可开交 你作为丈夫 心里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我可能没有他能干嘛 但是我得给他 把后勤的工作给他做好 有帮着妻子一块打理 那所学校吗 有 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抽空 看学校有什么能够做的 比如说哪里的门坏了 哪里的水管坏了 我能做的 我给他做了一些 曾威在你的眼里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这个评价很高啊 丈夫评价自己妻子用了不起 以前吧 结婚以前 对 那个时候你们认识了吗 认识 在恋爱 对 恋爱的过程当中 增微发生了车祸 对 严重吗 还是 严重 就是他从一个健康的人嘛 然后 变到一个残疾 怕了自己的内心 还是比较强大嘛 没有让自己自暴自弃 还让自己更坚强 他还 他好了以后 他还去帮 还想去帮助很多需要他帮助的人 所以说我很佩服他 我们也很佩服你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当自己的女朋友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选择了不离不弃 和他一起面对今后的风雨 今天曾威写了一封信 感觉丈夫是一个内向的人 是吧 感觉丈夫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我们也会更主动一些啊 对对对对 丈夫好像露出了一点点害羞的表情 对 还是会不自觉地食指相扣 恩爱 这位刚才宁先生特别说到 曾经发生过一场意外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结婚 那是一场什么意外呢 是2009年的三月 然后我从外面驾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呢 因为天上下着小雨 然后路上就特别晃 然后我就撤翻了 翻在就是三十多米以下的深沟里面 我当时的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完全已经就是没有意思了的 当时我母亲 她们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就是做磨下疆出血 然后已经是三十八毫升了 然后我的后面的整骨骨折 颈椎 然后腰椎和骨骨都是不同程度的受损 所以当时我应该是在ICU住了两周 出了ICU的时候清醒了吗 当时应该是还没有醒 是转到外面来才醒过来的 这已昏迷了多长时间 您都在吗 在的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 您在照顾着她 她的家人和我 我们都一起在照顾她 你会跟她交流吗 虽然她完全可以说挺好的 挺好心的一个人 看来当时是不是也已经 关系很稳定了 很稳定了 可能就是就差领这儿结婚了 和她说一下 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一些故事 作为家人要有点耐心 一直鼓励着她们 让她尽快醒过来 你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对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 你没有这个义务 要照顾她 陪伴她 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你家里人有没有劝你说 算了吧 这门亲事咱们就结束了吧 就不继续了 有说过 但是在我心里 已经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 放不下了 已经把它当成另一半了 后来车祸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我车祸以后 其实我最感激我先生的 不仅就是车祸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昏迷 我不知道就是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谁守着了我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患上脑膜炎的那一次 因为在我们那时候 老一辈说了嘛 就是患上脑膜炎可能就会傻 然后这个人就会 没有就是意识呀这些 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 都会抽这个脑极液 然后那种疼痛是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和底线的 很疼很疼 每天就是那个抽脑极液的时候 那种痛苦是我没办法扛住的 但是他也一直陪在我身边 为了他的付出 你都得好好地活着 活着 就是死都不能死了 因为当时我们患到膜炎 那一层楼很多人扛不住 这种压力都自杀了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为了他 我觉得我也要扛过来 发生意外 到后来举行婚礼之间隔了多长时间 应该有一年多吧 其实那时候我也挺纠结的 到底还要嫁不嫁给 你还纠结什么人 在你床边守了这么长时间 照顾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还纠结 我不能毁了别人呀 你不想拖累他 哦 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康复是吗 没有 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 出会以后 未来会给我带来什么 还有老膜炎的后遗症 未来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 然后但是他还是 在我母亲的面前 还是要坚持结婚 今天要来到现场 特别感谢一下你的丈夫 就把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话 写下来念出来 弥补给他 好的 亲爱的你 还记得吗 我们相识在一个秋收的季节 那天 你从艳阳高照 等我等到夕阳西下 再到满天的星空 安静而又美好 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和感动 我要感谢你我的丈夫 感谢你在我车祸时的不逆不弃 感谢你在我老膜炎时的相依相伴 感谢你在我久经生时 生命垂危时的不放弃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幸福的港湾 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包容和理解 也许未来不是我想象的这样美好 但是我总相信缘分是对的 我坚信直指之手与子偕老 这是我们的未来 我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等待着你的未来 你的妻子 我觉得这东西感情还是写的相当克制 在感情表达上都是那种 心里有更多 表达出来的那种很直接的会少一点的 对 反应比较慢一点 当然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造就了她的不离不弃和她的坚守 嗯 今天学校里边啊 还来了两位同学代表 嗯 要来感谢他们的校长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田清燕 我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叫潘里松 我们来自贵州贵阳 就是当时他们家庭来找到我的时候 孩子没有学上 然后就是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 然后就是他们家比较特殊 妈妈是一个癌症患者 然后家里面桥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就给她爸学肥解免 然后还不断地就是给予她帮助 所以今天特别想感谢一下曾老师 对 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特别要感谢一下曾老师 每次出来的时候 听到哪里好的医生 他都会给我 留下名片啊 还有能带的药 都会给我带回去 您是什么病啊 我是公颈癌 在化疗 对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把孩子 通负给了 对 一直生的是真老师 是她的另一个母亲 一直在照顾她 加油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 调整一下自己 好过来 是 这一位呢 大家好 我叫陈亦贤 来自贵州贵阳 是曾老师的学生 现在是几年级了 不是 毕业了 毕业了 高中 高一了 高一了 就是说你眼里的曾老师吧 我对她就当作 也是朋友那种感觉 有什么事都给她说 然后在我特别迷茫的时候 是她一直鼓励我 让我走出来继续学习的 现在学业进行还顺利吧 顺利 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给了很多家庭希望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还是永远希望 我顺那束光去照尿别人 我觉得后边那句话 说得特别好 我希望我顺那束光 可以去照亮别人 他们的夫妻相处 您有解决出什么呢 我会觉得他们两个人 一方面我们能看到 他们内心都有很 很多的付出和爱在心里 但是呢在表达上面 是相对比较克制的 可能一个是比较羞涩 一个是不是很习惯 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理论 叫爱的五种语言 我觉得对于婚姻中间的 这种相处 还是挺有启发的 那这五种语言呢 其实本身我们这个节目 就代表了一种特别重要的语言 就是肯定的言词 所谓肯定的言词就是 我称赞对方 我感谢对方 那么这个节目呢 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去表达这个肯定的言词 对 她丈夫说 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肯定的言词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主持人不问的话 她生活中间 她会不会有机会 去表达这个 她会用行动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种爱的语言 叫做服务的行动 所谓服务的行动呢 就指的是说 我为对方的需求而服务 服务的行动可能 确实是做了很多 但是不放在口头上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很多家庭传承下来 会用这种方式表达爱 对 所以这样的一种 无偿服务 我觉得我们要感谢 如果说家里边 有这种服务性人格的人 那是个宝贝 我觉得 对 还有呢 我会看到 在这个里面 丈夫说了一句话 她说呢 我就做她的后勤 这一点我觉得 是特别难得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 相对来说呢 是男主外 女主内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开始这个 男女性别的那种期待 变得更加多元化了 对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丈夫好像 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 就接受了 并且为这个 还感觉到 就是自己有贡献 有点骄傲 就是说我管内勤 嗯 那小微身上呢 其实从小微身上 我是觉得有一个 对这种坚强能干的女性 是有一个启发的地方 就是你如何期待你的婚姻 嗯 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男女的这种性别期待 它有一个传统 但是到今天 真的社会不一样了 成就自己 还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对 活成一束光 对 对 活成一束光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涉及到 就是这个女性 她如何摆好 家庭中间和配偶的关系 这对双方来说 可能都需要有一个 比较男女平等的观念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 她不是说 非得找一个 学历要比我高 职位要比我高 然后呢 挣的钱比我多 这样的一个男性 而是我可以接受说 找一个理解我的事业 甚至愿意配合我事业的人 然后呢 她如果遇到了 像我们片子中间的这个丈夫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双方概念上都接受 这其实是一种心情的 幸福的婚姻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向幸福出发的故事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我看现场有好多装备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主要工作是 我叫冯岩 今年32岁 来自黑龙江省森林消防总队 加姆斯支队 现在是一名继层的中队长 我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带领中队 可以完成我们这个日常的训练 战备任务 处置一些 你像 红楼灾害啊 地震灾害啊 这种中国性的救援任务 训练就需要装备是吧 是 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先说说这个吧 这个是我们那个 最新配发的 一个PB8010 这个风力灭火机 它这个风筒 这个风力更大了 以前那个风力呢 风筒可以达到90米每秒 现在这一款呢可以达到120米每秒 先把我做它演示 好 它是靠风力把那个火给压过去 让火不蔓延过来 其实森林火灾 主要就是如果说单兵行动的话 就是用这个去排成一排去吹 什么样的救援任务 我们需要带上这一旁武器 在执行森林灭火任务的时候 这款装备呢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装备 这个是新一代的人机的一种 就是牵引装备 它是通过人这个背负之后 支架可以这个托运一些装备啊 或者是物资什么的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减轻人员的负重 可以减轻负重达到70%以上 那咱们试试 您先跟我说说这包裹有多重 这个包裹有30斤重 30斤重啊 我先来感受一下 好 那这样我能试一下吗 我带上之后 您把这30斤的包裹放上去 我看看是不是能减轻负重 好不好 好 来 好 咱们现在放上30斤的包裹 我给您把这个开口打 真是轻松很多 为我们说说现在这些新武器 科技的发达 这新的装备啊 在我们救援过程当中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转制以后呢 我们森林消防队 这个装备的科技含量 越来越高 这些新装备呢 能够很大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提高我们的灭火效力 我们能减少人员的伤亡 然后也能为国家 就是做更多的贡献 即便这样 我相信对于您的家人来说 更多的还是一份担忧和牵挂 所以今天您来到现场 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写信给自己的家人吧 是 我今天要感谢我的爱人 沈福 结婚四年多了 不光是对她 对孩子 对整个家庭都有亏欠 今年见面的次数很少 就像今年 我上半年 基本上半年没怎么回家 参加了几个月的这个 地震救援培训 然后又去参加比武 今天我们把您的妻子 请到现场来了 欢迎 欢迎沈福 而且今天是穿着婚纱 来到我们现场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刚才您的先生说 你们已经结婚四年了 对 那为什么今天 还要穿着婚纱 来我们的现场呢 我虽然结婚四年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 头一次穿婚纱 因为我们 我和我爱人领证之后 就直接回到 各自的工作岗位 然后一直没有办婚礼 所以今天想在我们的现场 圆自己的一个女孩子的梦 对对 是这样的 对于女孩子来说 婚礼和婚纱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吧 因人而异 但是生活中间 这些重要的仪式呢 一般来说还是有会比较好 但实际上呢 这还有一个背景要告诉大家 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家 离她的住地非常近 可能路程就是二三十分钟 是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一年还是见不上几次 她平时工作任务非常忙 我们见面的次数就特别少 不光是见面次数少 见了面我还经常被放鸽子 恋爱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俩就是约好了到市里面去逛街 然后那时候那个商场都在搞活动 然后就有一大片那个头鳞 我们正准备在那拍照呢 这时候她电话就响了 然后就急匆匆地就走了 就看着她那个远走的背影 那就觉得 第一个感觉是失落 然后还同时感觉到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她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 但是转念又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我就感觉她就是人群中的那个逆行者 既担心 其实这个妻子在我看来是个情商很高的妻子 就是能够一层一层地描述自己的情绪转换 不能 我们一会儿录完节目就要赶到哈尔滨 她明天有比武 明天又有比武 对 好吧 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录制的这一段时间 你们能够幸福 好吗 谢谢主持人 今天先生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她想跟你说什么 好 来 来 我们先投递信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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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种做哥哥的把妹妹的手交给妹夫那种感觉 冯妍 先好好看看您老婆 头一回见她穿婚纱吧 是 还没有办婚礼 是 别不敢看呀 多看看 美不美 美 特别美 你们俩谈恋爱有多长时间 谈恋爱有八九个月吧 还挺快的 对 就是觉得找个合适的人了 那八九个月当中可能见面也就一两次吧 那个时候谈恋爱嘛 不可能说像结婚那样就是见面次数那么少 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当时属于单位大龄未婚青年嘛 就是跟领导申请说是 多去见一见那个未来的媳妇这种 领导还是挺体恤的 对对对对 人文关怀 其实像你们俩这种情况 是不是在你们单位还挺多的 就是夫妻俩本身是在一个城市 但就是见不上面 对 你像我们现在在河北有住坊的单位 他们一直都待到明年三月份 就冬奥会结束 才能完成任务 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说 可能本来跟那个爱人在一个地方 但是也无法见面 你结婚之前自己都考虑清楚吗 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吗 其实结婚之前就意识到了今后会很辛苦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艰辛 就是有困难就要自己克服了 你们俩现在还有孩子了是吧 对 对 两岁了 就是从孩子出生到蹒跚学步 出生的时候他在吗 出生的时候在 回来了 但是出生之后 第二次回来就是孩子五个月的时候 然后就把孩子吓哭了 完全不认识 对 不认识了 熟悉了之后 然后他又走了 沈福有没有 在什么时候觉得 特别需要他 但是他居然就不在身边 其实这样的时候挺多的 你像在我孕期的时候 没有一次产检 是丈夫陪在身边 看到其他人都有那个爱人陪着 心里面也是酸酸的 然后我到医院后期的时候 我的脚和腿就肿的已经不行了 但是我还到一个人去医院 排很长的队去挂号 孩子出生以后 然后这种困难就更多了 前两天我看到一句话说的就是我生活中的常态 说文件与尿不齐飞 零声共哭声齐鸣 真的就是这样 就有的时候在别人看不到的背后 就是特别特别的狼狈 消防嫂这个名字有光环 但是背后的心酸只有消防嫂自己知道 对对 那你在那个时候会打电话去满院一通吗 至少自己先发泄出来 有情绪的时候 我不会去打电话跟她说 因为知道她的任务比较重 然后怕影响她的工作 还不能分她的心那个时候 对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 大概是我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 然后她因为她每天都会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然后在那天早上她就没发 然后起来之后 我就给她打电话发信息 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我就特别着急 我心知是干什么去了呢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就在家就心烦意乱的 我就刷新闻 刷新闻的时候 我就在新闻上看到她去执行灭火任务了 等她们那个平安归来的时候 我特别生气 我就问她 我说我知道你的消息 我还得必须从新闻上知道吗 但是她跟我说 说我怕你担心 知道自己丈夫的消息要通过新闻 这可能也是你们这种家庭 比较特别的地方吧 刚才你在讲起那些设备的时候 头头是道 就那个打火的装备你应该很熟 但是吸尘器我觉得你不一定会用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俩已经很幸福了 像我们森林消防队有很多指战员都身处在就是边境 你像我们支队有一个东方红大队 距离我们市里有三百多公里 你像大县 就是在深山老林里边 对 就很多指战员可能一年就会一次一样 然后很多时候信号都不好 就是联系爱人或联系孩子都得靠打电话 连视频的信号都不够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欣慰 我已经很幸福了 因为我嫁给了她 所以我也对消防知识特别的重视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重消防知识的这个宣传 也因此在2017年获得师傅联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容易称号 2018年带领所在设期获得全国119 在社区工作 正好在宣传消防知识了就 能感觉到妻子是工作能力也相当不错的 带给我的荣誉收获 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要在现场 咱们要把婚礼这个仪式来一遍 太感谢这个舞台了圆了我这个梦 来吧咱们就 各位现场的导演摄像各工种 正在收看节目的全国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冯颜沈福的婚礼现场 我是今天的婚礼司仪陈铭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新人隆重登场 今天世界上两个最幸福的人 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他们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事迹 但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职责 用和美的小家构建和守护着和谐大家 他们弘扬家庭美德 比翼齐飞的家庭氛围 是千千万万消防员家庭的缩影 更是值得所有年轻人学习 接下来呢 将会有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时刻 有请双方交换结婚戒指 请握紧你们佩戴戒指的双手 展示给所有的朋友们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 下面请你们四目相对 在此时此刻 要说出你们婚姻的誓言 首先有请妻子沈福 老公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 虽然没有你的常常相伴 但是只要你在家 就会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都投入到我和儿子身上 虽然没有甜言蜜语 虽然生活非常的艰辛 但我永远不后悔 如果能让时间回到四年前 我依然会决定嫁给你 未来我会用我这颗真心 继续守护着我们这个家 守护你 丈夫也准备了一封信 我们有请同盈 小福 我爱你 不是玫瑰与金钱的堆砌 没有浪漫和温馨的陪伴 而是我坚守绿水青山 仍会把我仅存的自我 留给对你的注视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有多少愿望成了空谈 多少温馨只能幻想 只因我是一名消防员 在责任面前我必须坚守 请原谅我 多少话在嘴边却无法诉说 很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的理解 感谢你为我们家的 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只能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你 用我的真心来永远守护你 你可以吻你的妻子了 今天走入婚姻殿堂了 怎么也得说那三个字吧 说了 说了刚才念信的时候第一句就是 你听到了吗 没听到 没听到 没听到是吗 那我再来一句 你再来一遍 沈福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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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替这个小伙子高兴 就是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妻子 真的很幸运 而且呢 从开始看到现在我会觉得 妻子越看越美 就是你对他的谈吐 他对丈夫的这种理解 还有他承担的家庭的这些事情 你会觉得就能感受到 他心灵的这种美好 他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夫妻呢 其实有很多 就是虽然不一定都是消防员 这样的夫妻 但是我们有很多岗位上的 这个可能是丈夫 也可能是妻子 他真的工作非常忙 据少离多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怎么处理好 这样的婚姻关系 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启发 嗯 我觉得这里边引出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异地恋 嗯 你怎么看待异地恋 或者你有哪些话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 送给那些在异地恋当中 或者异地情感当中的人们 嗯 在我看来哈 异地恋比起我们朝夕相处的感觉 它更像是我们把感情 放在了一个冰箱里 就是它可能呢 处在一个冷藏阶段 如果互动非常少呢 甚至可能在一个冷冻阶段 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朝夕相处 可能你爱吃什么口味 什么事情会发脾气 什么事情会高兴 会在无数的生活小小互动中间 越来越彼此的磨合 越来越彼此的理解 但如果异地恋呢 那么有很多生活小的互动 都是很大幅度的削减的 是 所以它更像是呢 处在一个很缓慢很缓慢的 这个感情的进展中间 但我们如果要处理好异地恋的 这个问题的话 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 像这个丈夫 他会努力地去更多地 通过线上的或者是电话的 他会每天报平安 对 每天早起问候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很实实在在的行动 表示说 你时时刻刻在我心里 虽然你不在我眼前 但你在我心里 那么另外呢 就是创造一些机会 特别是向领导争取一些机会 还有他们一起来北京录节目 他们又能够在一起 对 这也是一个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还有呢 我也会建议说 如果是在异地的这种相处 要设法采取多种形式 去保持彼此的联系 比如说电话 你是听到我的声音 如果说可以视频的话 那你是看到我的样子 如果说是我可以给你寄一些东西的话 比如说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我分享一半给你 我们可以想象各种感官 其实你都是可以分享的 而且呢 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的细节 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林子里去散步 然后呢我发现已经到了深秋了 很多的叶子都落在了地上 而且呢能够听到远处的鸟叫声 我真的很希望你也和我在一起 所以我说要跟着心理学的专家 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就是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问题 就像我们以前不知道 打电话的质量要怎么才能够提高吧 但是总归来说呢 那一点还是很辛苦的 但是一旦我觉得你们能够走过这段异地的过程 你们所拥有的幸福应该也是加倍的 让我们继续跟随向幸福出发的故事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这边就是委托人朱海娥 看您的这身服装就知道是演出服 您的专业是 我是隋德执教中心的一名音乐老师 所以唱歌也是您热爱的一份事业 对的我特别喜欢唱歌 那今天先给我们来亮亮嗓子吧 好不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是写信给谁的呢 我特别想感谢我的老公 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17年了 是我的老公给了我力量 让我学会了坚强 我特别喜欢唱歌 就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吧 由于我又想过度 然后就是身带出现了问题 当时我特别受打击 然后就是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我们生了二胎 就是二胎的突然离开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 特别特别的痛苦 就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老公带着我走出来的 真的我觉得 我老公呢 就是我的依靠 是我这辈子 今生的依靠 在此呢 我真的特别感谢我老公 别哭 多幸福呀 很多人都很羡慕 你有这样的老公呢 对不对 今天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以前给他写过信吗 没有 看得出来你其实挺强势的吧 在家里边 你老公应该怕你吧 我们还是比较柔恰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你老公 在这儿呢 这是海娥的先生 刚才说这个 你是他前行的动力和依靠 可是你也说 妻子是你前行的动力 能给我们讲讲吗 我们几乎已经十几年了 一起经历了很多 我俩是校友 什么时候校友 后来就是艺校的时候 艺校的时候 艺术学校的时候 那您当时以前也是 学生乐 契乐的 我是学求俄的 求俄文化 后来我们走到了医期 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因为那个 约少过度 所以导致那个 生态出现了问题 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 如果说 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保守治疗 还有一种就是 手术 手术 如果保守治疗的话 他们也不敢保证 得多长时间 手术的话 最起码一个月以后 最起码可以说话 但是不一定保证 以后还有唱歌的机会 唱 能唱不能唱 这个还不一定 所以选择医疗方案的时候 各种不确定性 让人也是挺难承受的 就一直是你在照顾他 在帮他去说话 对 但是打击呢 也是接踵而至 后来呢 是啊 好不容易要了一个二宝 结果呢 二宝两个多月的时候是 先天心脏病 对 二宝走了呢 海鹅又脑梗 对 因为那个抛肤采塑后 造成了净梅豆血酸 也就靠你在医院 对 其实孩子没了 你也挺崩溃的吧 对 但是你 你不能够让自己崩掉啊 你还得照顾他 照顾妻子 是啊 我没办法 我只能 在医院 我不能告诉他 在家里 家人面前 我也不能说 因为那个净梅豆血酸 有可能把你的神经系统呀 你比如说你的语言神经 或者是肢体神经压迫了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说话 或者肢体不能动 那又何谈唱歌呢 对啊 那时候他才是 刚抛肤采完半个月 再到孩子住约 也就不到一个月 随后孩子也就走了 这个小家 确实承受的这些 这些意外啊 打击啊 太多了 是啊 今天 妻子给你写了一封信 想表达他对你的感激 其实我是觉得 夫妻之间的话 彼此都在为对方付出 但是今天我们要先听听 妻子想对你说什么 好吗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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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黄冠 这有点学生时期的爱情啊 青梅竹马一直走到现在 就他们还有恋爱的感觉 尽管结婚17年 他们之间有恋爱的感觉 这是我刚才发现的 两个人都是特别感性的人啊 说着说着 就控制不住的泪水 这种泪水可能跟他们的情感基础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也跟他们经历了太多有关系 我想当时的生代小节 能对于你来说是特别严重的 因为你得靠他吃饭呢 是吧 他关键是爱这个东西 他要是真有天 他唱不出来了 他好像当时就因为这个事情 还有过轻生的念头啊 就是的呀 当时我就真的特别受打击 想死的心情都有 然后我就整天就是哭嘛 一直就哭嘛 就是门里都不想出去 然后就是经常给我老公发脾气嘛 你跟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就忍着妈 他就那样忍着 我老公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实在给他发脾气 发多了 他就拿着一只手在脸上 只要一圈转过去 没事 就叹口气 人不动 就在那杵着 这个时候不是编 然后就叶一臂 然后就臂 这说明不是编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动作 他就肯定不是编 其实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行为 就是 就像大人葫芦小孩啊 或者什么 有助于康复 那他就不和我发脾气了 那我就火越来越大 一拳打在棉花上 您刚才说 他静脉动血栓 这个疾病发生以后 医生说了 有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 你都瞒着太太 没有跟他说过 你是今天听到了才知道吗 他出来没有告诉我 我还以为我就是紧紧头疼 今天才 不知道他自己当时的病那么严重 没告诉他 我就住院的时候 我就说 那天我头不疼了 我就好了 然后我老公就是默默地一笑 对 头不疼了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 怎么就一个头疼嘛 这就住了多少天了 快一个月了 还不好 然后今天我才知道 这么严重 这么凶险 知道 出院以后还吃药吃了有一点多吧 嗯 你都一个人默默承受吗 谁也没说 没有 没有 就放在心里了 对 咱们聊聊上学那会儿谈恋爱的事吧 那 那是谁追的谁呀 当然是我追不他了 说是一开始被拒绝了是吗 海蛾 你当他当时追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他当时就是 经常就是 一个借口嘛 就经常给我的说话 我就感觉 哎哟 这个男生咋这么难看 他可能也特别瘦嘛 这也 这长得还行啊 挺帅的 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帅多了 以前 那时候特别瘦 然后就是也大嘛 我就感觉 我这男生太难看了 他不是我喜欢的内景 他什么时候打动你了 对 哪件事 我们俩都是农村的 然后就是 经常 我们那不是没车嘛 下雪了嘛 路不好走 然后没车了 我回不去 他骑着摩托车 然后就是我 追着我说 我送你回家 然后 这大雪天坐摩托车 后边也不好受吧 特别拉风 那时候条件不好 没办法 还拉得西北风 对 那时候为了追他 我花了我一年的工资 你是为他买的这辆摩托车 对啊 就是为了接受他 哎呀 你这样就觉得 真的特别感动 这男生 觉得特别细腻嘛 对 这一恋爱 就发现了你的好 就不撒手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俩是来自陕北的啊 陕北随德 对 陕北 民歌特别好听 嗯 要不给我们来一段吧 你们俩 今天 要不来一段那个 明街的节目吧 哦 明街的节目 你俩合作一起演 带刀剧 对 和你们 和你们俩一起演吧 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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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试试试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试 海娥你跟我们介绍 这是要干嘛 下一步就是我们陕北的大羊歌 哈哈哈哈哈哈 这属于混搭风啊 然后我还要沖子 跟我们说什么样的场合 需要跳这样的舞蹈 过年的时候都这么跳 过年的时候 哦 过年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村里边都跳 一起闹到羊歌 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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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过新年啊 对 咱们属于一个村的啊 一个村的 聚集起来 过新年 对 就是这个闪北的舞 跳起来就自带欢乐 对 我觉得人呢 就是凡事真是往前看 你今天多大的打击啊 这日子还得过下去 嗯 而且过下去 就会有希望 对 就会不一样 对 中啊 压啊 搜到哪里起 送给资宇 Lunki Bahia53 爱的美唇花 爱的美唇花 总得在义 Lunki Bahia53 欢欢乐乐的 怎么样 现在也已经很开心了 ts 原来经历的这件事情 都是老公陪着你 温暖地度过了 其实是挺温暖的 是吧 是的 嗯 今天也特别写了一封信 要给您 那今天咱们来 亲亲您太太 怎么办 我想跟您说的 写了一写的心理 好吗 好 他说写了一写 我怎么不知道 亲爱的老公 这个称呼 已经叫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是今天 我依然想这么叫你 亲爱的 谢谢你 从我们相识 相知 相恋 到我们 牵手走进婚姻 这一路走来 风风雨雨 十七个年头 我们吵过 闹过 哭过 但是更多的是笑 是欢乐 因为你的包容 孩子气得我 才能毫无顾忌地 宣泄自己的情绪 因为你的呵护 我对生活中的一些难事 知之甚少 因为你的体贴 好多生活中的技能 我都不会 是你 让我这么多年来 不用长大 也不曾长大 也是你 为我和女儿 撑起了一方幸福的天地 亲爱的老公 谢谢你 我爱你 让我为以后 幸福地共同余生 老公的表情始终很淡定 对 这有点像什么呀 这有点像把自己的妻子当女儿再养 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呢 听到有那种 就比如说一个姑娘说 嗨 我们家俩儿子 一个儿子一个她爸 经常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很好的相处模式吗 或者说你从他们这个小家 从他们夫妻身上看到了什么 刚才讲的这种 就是当女儿再养 或者把丈夫当儿子再养 那我们可以借用一个 心理学里的理论 叫做人际互动理论来分析 这个互动理论呢 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间 可能有三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呢 是父母的角色 有两类父母 一类父母呢 就是管你的父母 从来说你怎么这样了 怎么袜子又乱扔啊什么的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是爱你的父母 比如说想吃点啥呀 吃饱了没有啊 冷不冷啊 所以第一种叫严厉型的父母 第二种叫慈爱型的父母 我们在人际互动中间 可能会无意中 扮演这样的角色 特别是在婚姻关系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有的夫妻一方 就是扮演的 老在检查督导对方 这样一个角色 那另外一方 当然就很压抑了 还有的呢 就是说特别关爱对方 宠爱对方 那就真的有可能 会宠坏了对方 然后第二种角色呢 我们对应于父母 叫做孩子的角色 但是有两类 一类呢 是说这种呢 是比较顺从的孩子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努力想争取 父母的认可 我做什么事 都要看一看你的脸色 那依赖 对 会表现出依赖性 特别需要对方的肯定 那么还有一类孩子呢 叫自由的儿童 它就是主旨 就是玩 人生最大的事情 就是玩 这样的也能够结婚是吗 还真有 第三种呢 就是成人的角色 成人的角色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 要尊重事实 讲道理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可能有的人认为说 婚姻中间 如果双方都是成人的角色 是不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你认为哪种是 我觉得得换 我觉得任何一个角色 它扮演久了吧 它都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恭喜你回答正确 真的是吗 对 就是三种角色 都应该互换 这就叫全面角色游戏 就是你在一个婚姻中 要保持它的活力 真是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不是演技 而是说呢 不要被任何一种角色 所束缚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然后有时候 咱们俩一块还商量 问题 讲道理 那么这是一个 最佳的模式 你看今天我们几个故事 都看完了 几种不同的夫妻之间的 相处模式 不同的家庭 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夫妻 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我在想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它也没有一个 一成不变的法则 可以让我们去遵守 但是有没有一些 可以让我们 可以依循的东西 提高我们在婚姻当中的 幸福质量呢 比如说我们都会希望 两个人是能够 比较乐观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 大量的坚强 乐观的这种榜样 乐观跟坚强 往往联系在一起 是的 就是遇到困难 我相信困难总会过去 总会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 乐观的态度 正是这个乐观的态度 可以让我坚强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乐观意味着 在婚姻中间 我会看那个 好的那一面 就是说 她对我好的时候 她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更多地 看好的这一面 我就会觉得 对这个婚姻 我感觉更满意 我更幸福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双方的这种 适度的彼此的支持 彼此的付出 也是幸福婚姻里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好 要再次感谢 陈哲言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一起来 回顾往期的精彩内容 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重新解读这些故事 也提供给了我们 在婚姻当中 如何能够更幸福的办法 当然呢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每一个家庭 每一段婚姻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希望 正在收看节目的你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婚姻中的幸福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期 向幸福出发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微笑面对自己 会发现世界很美好 一点进步 一点鼓励 一点成绩 我都会非常开心 加油哦 还是要开心 这样一起做事 才会有意义 放手去做 想做的 人就会在阳光中 站起来 每次触摸这些小豆豆 它们像一盏盏小灯笼 能照亮天空 深深的爱 让我有勇气 给它们多彩的世界 美好人生 为爱而歌 向幸福出发